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棋呢 新味 二连新 白棋是小木 上一局呢 白棋也是二连新 之后呢 黑棋是三连新的布局 这盘白棋是小木 黑棋小飞挂 小飞挂脚 好 这前五手呢 很平常 第六部 点三三 这部点三三呢 就现在的话 可以说我们人类棋手也是 很多棋手都采用这样的下法 但是在阿尔法围棋 在这一类的局面下出点三三之前呢 就是说人类棋手一般在这一类的局面下 是不这么下的 我们一般的围棋理论呢 这种时候总是如果要在星位这一带走棋的话 两边挂脚 那么假设黑棋有一边已经有紫了 那么通常我们会从宽的一方 骑往宽处走 从宽的一方挂脚 只有在它两翼张开 星位两边都拆了之后 我们才 就是采取点三三 因为这时候你不管从哪一边挂脚 被黑棋坚定 再一跳 这样的话 白棋这两个字已经是受攻 没有很合适的开拆的点 已经被黑棋攻击了 所以这个时候挂脚不太舒服 那么点三三 这个时候点三三呢 一般我们基本的变化 黑棋如果要是要外视的话 黑的会这样下 白棋搬进 一般认为黑棋两翼张开之后 白棋点三三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黑的形成后视之后 这个子呢 离后视略微近了一些 它离得远一些 效率更高 而这个子呢就更差 这个子在这个漏风的地方 价值很小的地方 走了一手 离自己后视又近 同时又是围这个漏风的空 那么这个黑子 它的效率比较低 所以一般说两翼张开的时候 点三三 但是这个Alpha 它在这么早的局面下 第六手 就进入到三三 在这个Alpha 它战胜了李氏十之后 战胜了李氏十之后呢 它是可以说在 怎么说呢 在江湖上消失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网络上 以这个网络上 它出现了它的这个生意 在网络上跟人类的高手 大战了六十盘快起 网上都是下快起 大战了六十盘快起 是无一败计 没有输一盘 在这六十盘下完了以后呢 基本上确定着 它甚至比战胜李氏十的时候 它又进步了 那么在战胜李氏十的时候呢 还很少看到就是 就是很少看到 它就是超越人类思维的一些下法 但是在它 在网络上下着六十盘棋的时候 就经常有一些 感觉人 不太想得到 或者说是在 在类似的局面下 人类的棋手不太采用的招法 它有一些独创性 比如说点三三就是这样的棋 我们人下棋的也点三三 但是一般高手的话 以前不会在这样的局面下 就走到三三去 一般认为这么早的时候 还是外边的价值大 当然可能也不是说 像这样的局面就没有人点过三三 很可能在 在就是说一些爱好者自己的对局里啊 或者说在网络上的比较随意的对局里 也有人这样尝试过 但是可能在二发维棋下出这步棋之前 尝试在这种局面 这么早的局面 点三三的棋手 可能不见得取得过什么 特别引人注目的战绩 所以可能也就被忽略到 直到这个阿尔法维棋在网上的六十盘棋 流传出来之后 点三三就开始越来越流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变化 黑棋挡 白的呢 当然是要爬 这个时候呢 黑棋大致上有这么几种选择 一种是斑 一种呢就是实战的飞 还有一个呢是长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斑 斑的话 白棋斑 黑的如果 如果要取势的话 黑的就是长 再长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在这边没有子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阿尔法维棋它有个特点 它点完三三 它绝对不会去斑瞻这个 如果这棋一斑瞻的话 黑棋就变成绝对的厚势 黑棋的外势非常厚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外边很广 外势的 后势的潜力非常大 那白棋点三三 真的看着不怎么好 但是如果下成这样 白棋是不会去扳接这个 它可能在这一带走 在这一带走起 限制你外势的作用 而且将来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话 点了跳 它还要 对你有所威胁 这个就有点像 怎么说呢 以前赵志勋九段在一本书里面说过 他说他为什么酷爱实地 酷爱脚地的话 他说他这脚不是单纯的 就是拿了实地就算 他要以脚步为根据地 攻击对方 也就是说你这个将来搞不好是白棋进攻的目标 他已经把根拿住了 把你的根拔掉 赵志勋九段特别强调的是下棋要把对方的根拔掉 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进攻你了 因为你这块不是后势 而是一块没有演得起 它是这么来 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白棋站这一带 那么如果现在黑棋搬完连搬下去 这是一个取实地 取脚地的变化 那么白棋应该会吃掉 这个呢 黑棋取到了实地 但是白棋将来贴起来呢 这边也是很宽广 那么斑的话 主要就是斑长 或者斑了连斑这两种 局部变化 那实战是非 非的话可能比斑更富于变化一些 白棋顶 黑的 现在的话当然要挡住 白棋斑 接下来呢 黑棋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在这个局部走的话 第一种当然是拖鲜 另外一种是长 白的爬黑棋再长 黑棋取外事 还有一种呢 黑棋搬一个 这个地方也事关根据地啊 白棋不能轻易地让黑棋搬进来 白棋通常要打 黑棋再连搬下来 这个局部的变化呢 这个局部下沉这样的变化呢 在这个柯杰和 阿尔法围棋的 这个颠峰对决当中 也是出现过的 搬一下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不让你吃这颗子 你现在不能吃了 这有断打 关门吃 所以呢白棋转而吃这个 黑棋呢 可以打吃 白的如果提掉被黑棋沾上呢 黑棋整个后市很完整 所以白棋呢 这时候一种下法是先断打 然后再提这个子 而黑棋针子有力的话 黑棋就针掉这个子 那么还有一种下法呢 白棋这时候打了一下 可以避免关门吃了 白棋现在再吃这个子 黑棋接白的吃掉 那黑棋可以选择提先手 或者这样打吃一下 打吃白棋站的话 黑棋提那两边都走到 白都不舒服 白棋一定会提 那黑棋有一个外势 就看这个外势能发挥多少作用 所以感觉上飞比单扳下去呢 更赋予变化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扳 黑棋飞 白棋顶完扳 走成这样之后 黑棋保留这里的变化 拖鲜了 拖鲜 黑棋反点 黑的也难以散散 这个 也不能叫做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因为这个黑棋白棋 也不能说是一个人 黑棋白棋是以一部机器 所以这个 他们的想法应该是很接近 那么黑棋点三三 爬过来 摆得这时候长 次序略有不同 那个局部的黑棋是飞 这时候白棋选择的长 但黑棋依然是爬了搬住 爬完搬 左右同行 选择了一个相同的变化 这个挺有意思 两边点三三 那么 就是说黑棋下心位的时候 白棋点三三 白的下心位 黑棋也点三三 而他们呢 也不回避心位 这个就说明大概 大概阿尔法认为 走心位点三三 这大概就跟我们说的正常定势一样 心位也不亏 点三三也正常 他是这么理解 就说人类是这么理解 他的下法 黑棋搬到这 然后白棋飞这个 对于这个小飞挂 这个阿尔法 挺喜欢飞这个下法 他好像 不是很喜欢被对方飞压 在这个网上的人类棋手 对这个阿尔法的六十盘棋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他很喜欢飞压对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一般人的看法 这边有一个外势 在这一带加工过来 又可以进攻这个字 又可以发挥这边外势的威力 所以加工是好点 但他可能担心 他不太愿意被飞压 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飞这个呢 如果说低杆的话 这么宽 价值这么大的地方 为什么白棋不先站 让黑棋去站 这个觉得有点奇怪 但仔细一想呢 白棋就这么一飞 黑棋在这边走 究竟走在哪 它也是个问题 如果要把这个子照顾的特别好 拆这个二 那么白的逼过来 同样是好点 我这个外势还是可以拆过来 发挥外势的作用 如果你要是拆得远 那么你这自己棋行也不完整 白棋是可以打入你的 所以这部棋也有一种就是说 看你怎么办 以静制动的感觉 也是挺有意思的想法 黑棋呢 索性就拆得远远的 走在这儿来 这部棋稍微有一点 以脚步为根据地攻击对方的意思 那么当然黑棋这两个子间隔这么宽 白棋肯定是要打入 否则被黑棋这么再拆回来 这黑棋这结构太理想 自己构成一个完美的理想心 然后把白棋这边的 它发挥作用的这个空间 全部解消掉 所以白棋打入是必须的 黑的往上跳起 黑棋跳起之后呢 白棋是连搬 刚才我们在这个角的时候 没有讲到连搬的变化 我们说的是先搬这个 黑棋挡住之后再连搬下来 这样可以避免 避免黑棋吃了吃这个 但是呢 这个围棋的局部变化 它是跟周边的棋子和全局 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我们来看一下黑的为什么 白棋为什么会选择单搬 如果白棋现在还是这样搬下来 那么当然避免了黑棋吃这颗子 但是呢 黑的会选择断打 然后再拔掉 这个搬一下被黑棋拔掉还是很损的 将来白棋再打拔都是后手 而这边针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个腥味起到了引针的作用 白棋是针不掉它的 那么针不掉这个子 黑棋这里断在这儿的话 等于在黑棋整个这三颗子都在 真的是以脚步为根据地在进攻白棋这块 将来白棋打拔是后手的话呢 白棋这块我们可以预见 白棋逃出来了之后 这三个子也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白的现在没有选择 这样搬完再连搬下去 针子也不利 同时黑棋这两个子参与作战 而白棋单连搬 黑的如果还是要这样强行断打 完了搬接做活呢 效果比刚才是差多 没有拔掉一个子 将来白棋打拔先手 对这边的厚薄和眼味相差甚远 所以黑的呢总是吃掉 黑棋把这个子吃掉 那么现在为什么白棋肯单搬下去 就让黑棋吃掉呢 因为这上边这个地方它价值比较低了 白的已经搬到这里 双方在这都没什么发展性 所以在价值比较大的地方 价值比较低的地方 白棋搬下去亏损一点 从而搬到脚上 能够把这块下后寻求到一个根据地呢 白棋还是满意的 黑棋就是说如果这样补的话 白的上面又能再打一下 所以黑的提 白棋搬 再打 好 孟阿尔法在这个 在普通局面下 它应该是不会选择单连搬这个下法 但是呢现在上边价值低 白棋又急需把这块给走后 而且呢 更重要的一点 白棋还急需一个先手 这地方我们再来体会一下 如果白棋就这么长 当然 也能起到加强白棋这块的作用 但是落一个后手 这边被黑棋照过来的话 这个白棋显然不能满意 而白的如果要在这边走 这遭到黑棋断打 这恐怕 黑棋不管爬也好 甚至直接长 这个白棋应该是吃不消 全都成孤棋了 所以白的需要先手处理 连搬下去 粘上 反正这边不大 我先手把自己加强 然后抢到全局的 比较着急的地方 就是这边 再跳起来 所以从这个局部看来呢 按我们 人类起手的说法呢 可以看出来 白棋这个处理是很有 很有大局观 很有全局观念的 但是呢 实际上机器它 根本就没有什么 大局之类的概念 它不知道什么是大局 也不知道现在在干嘛 它就知道 下到最后谁赢了 它怎么能赢 怎么走 它居然会知道 怎么走胜率有多少 这是一件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白棋打持 黑棋站上 白棋跳在这 跳起 要先尖顶一下 应该是顶不到 黑棋可能会搬一下之后照过来 所以跳起 那黑棋这个时候 如果这样进脚 也没活干净 将来白棋从这边点过来的话 黑的也没活干净 如果想拖完 就这样走 白的如果退黑棋力 那倒是基本活进了 但是白棋肯定会打上来 可能黑棋觉得在这脚上也不是特别好走 所以呢 拆一 拆一呢 下一步它飞进来就很舒服了 活得很舒服 同时呢 这地方有脱过的味道 瞄着脱过 那白棋 见顶 见顶是好点 脚上的地互助 同时进攻这两个子 黑的当然不会再长了 这利亚拆一是很凝重 很效率低的棋型 可以去搬一下 搬一下之后呢 这地方一拖呢 基本就度过了 白棋不太可能搬下去 但是这样呢 白的这两个子也很轻 黑的将来没法再进攻 它要走呢 只能自补 这个脱过虽然是安全 但是对白棋也缺乏一个 缺乏攻击力吧 可以说 那么黑棋出头 出头 也要压迫这两个子 你如果再往外跳 那么我再脱过 这样白棋变成三个子 他负担就重了一些 或者黑棋刺一下再突破之类的 当然白棋也不需要再走 黑棋也暂时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手段 白棋走的是柴二 他不会走这种单关 单关自己就是被动逃跑的气 拆二呢 对黑棋有压力 把这块彻底走好了 同时也压迫黑棋这两个子 白的也给自己留一个这个 脱过的后路 将来这颗子如果轻了的话 白棋也可以脱过 所以下在这儿应该比跳出来的效率要 这部棋价值更高 效率更高 好 那么左边 左边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黑棋再走也不好攻了 你就算猛攻这个 白棋这留着后路 你要去阻度的话呢 可能自己也变得比较重 大家互相牵制 右边是明显的 棋往宽处走 右边是宽处大场 黑棋连片 连片可以发挥这个外势的作用 好 下一招 白棋又来了 这个局面它也是点三三 我们刚才说到 我们一般人类以前的理论 因为呢 我们在续盘阶段 布局阶段总是选择挂脚 而不是点三三 在以前 而如果它开拆了一边 那么我们会往 其往宽处走 往宽的地方挂脚 因为往窄的地方进去的话呢 被黑的进攻难免被动 所以往宽处走 白棋自己可以发展 又可以限制黑棋 这个挂脚是 是一个很常见的选择 而像这样的局面 白棋可以很舒服的挂脚的局面 它也是选择的点三三 酷爱这个三三 反倒是在 二发的棋谱里面 点三三 对付欣慰 它点三三 可能比挂脚 感觉还要多一些 点 也就是说 它不仅是为了 点三三 我抢个先手 然后分头一个 就是限制你外事的发展 它就算你这有子 它还是来 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黑的 在这个角选择的是 扳长 再长 即便是黑棋这里有子 白棋 它也不扳 扳扳帮黑棋下厚了 帮黑棋下厚 它判断着得一点小小的实地 帮黑棋下厚了 但是从外边刺 这黑棋正常还是要沾上 之后呢 打持 立下 打持立下 它先冷静的 等着看黑棋 怎么来发展这一块 打持立下 在这个局部打持立下 轮白棋走的话 是应该说是一个 长型吧 但是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是不是 甚至单力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因为黑的如果沾的话 白棋未必扳这个就好 也许单挺出去 这样更干净 黑棋没有任何先手借用 也不怕黑棋长 黑棋不会在这里长落后手的 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 所以保留这个打持 会不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打掉的话 毕竟黑棋再压也是先手 对中间有好处 如果黑棋不定型的话 白棋也有断打出来的 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只是一点个人的想法 二法就简单的打掉 打掉之后 好了 白棋取得了 一二三四 三个半角 三个半的角地 而黑棋怎么发展这块就行 就成为一个胜负的关键 黑棋除了这块的潜力之外 几乎没什么空 有得先利 这时候白棋不能单挡 单挡的话 被黑棋拐右是先手 这受不了 所以一定是爬 黑棋跳 白棋挡一步 这地方要想抢先手活的话呢 比如说挖毡 或者单长 这样走的话 白的已经活了 已经活了 黑棋跳的话 白棋挡住 黑的搬毡的话 白棋这里是直四 可以抢到先手活 不过呢 挡住本身木树有一定的价值 而且你去挖毡这样的棋呢 帮黑棋越走越厚 所以这时候 白棋选择的是单挡 黑的呢 为控 在中间为大控 这时候黑棋这边已经非常厚了 从这打入呢 不太现实 恐怕要死了 所以打入这个 打入这一边 黑的如果护住这边的话 白棋跳出去 这跳出去 还有点进攻黑棋 这五颗子的意思 所以黑的也不能光顾着唯控 是 靠压 把它扳 长 飞 尽量的破黑棋这块控 黑的挡 当然挡不住了 被白棋搬进来 小间呢 白棋一虎 甚至再往里爬 会活得很舒服 断一下 白棋立下 这时候黑的如果退一个 吃掉这颗子 那么白棋飞进来 很轻松的就把黑棋边孔全部破掉 黑棋想要靠中复这一代的潜力 就跟白棋比目术的话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黑棋这时候 白棋立了之后 黑棋保留这边的变化 它不长也不走这边 先不做选择 而是呢 先拖 拖的意图是阻止白棋这个拖过 你要是从这边 这一带进攻 那白棋 不管你怎么攻 白棋轻松一拖过 你要搬下去 白的断了 从上边连回去 这黑棋 没什么意思 如果刺的话呢 白的 很可能就不要这颗子 这颗子它就清了 这一带 限制一下黑棋 这之类 黑棋判断吃这一点 显然是不够的 实地不足 所以黑棋拖 它要阻止白棋这个拖过 白的如果挡呢 黑的可能还顶一下 如果黑棋能先手走成这样 那么 惊吞这两颗子 这个就吃得厉害 这一下增长好几十目了 如果吃掉的话 而白棋 这个时候的选择 它是搬这个 搬这个 那么 黑的就是说 尖这个 因为黑棋不太 不是太可能长了 被飞进来 这边的空损失有点大 所以它选择尖 让你吃掉那颗子 这边相对价值低一些 这块毕竟还是大 然后断 白的一爬 这地方普通的下法呢 应该是这样 打吃 搬下去 粘上 这两个白子 基本上死掉 但是呢 白的肯定也就当棋子 它把底下的木树 拿到这块彻底的厚了 再想办法来 限制黑棋中复 比如说这一类的 我们猜测 猜测 它走这一类的 限制一下黑棋的中复 毕竟白棋已经 拿到很多实力 黑棋 实战没有这样下 黑棋应该是判断 这样下的话 黑方的胜率 可能比较低 黑的这时候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 它往这翻打上来 这是挺恐怖的 可以说是一种胜负手 打了胡阵 那么下一步它要搬 当然白棋 不能让它搬下来 挖是非常紧凑的一步 挖是好奇 黑的这两个子不能再要 如果这样吃的话 被白棋滚包 滚包完了之后 白棋把这个沾上 黑的 黑的这几个子就全都要死 白的这沾都是鲜索 所以这又挖 这两个子 迄今已经被挖死 黑棋从这里反贴出来 打吃一下 沾上 这两个子被吃损失相当惨重 因为白棋这两个本身是 孤棋 黑棋搬下来就可以吃掉它 白棋把黑棋给反吃了 黑棋这样下来是为了进攻那一块 长 护一下 点杀 这时候白棋不能沾 沾的话被黑棋 罩进去全杀 所以往外逃 搬出去 黑的呢 跳一下 跳点一下 白的打吃 沾上 跳点一下呢 是为了避免 如果你直接断 白棋 虎在这儿 白棋出路也比较广 眼形也很丰富 黑棋还要出头的话 白棋这边 作眼和出头的空间都比较 比较大一些 点刺一下 让白棋的路变窄一点 然后再断 顺便说一下 这白棋先虎一下 可能是 很可能是挺细腻的 将来 我们再 我们再 就是说 幻想一下 遥远的将来 如果白棋 把这里黑棋围进去 把黑棋 包围进去的话 白棋挡这个 它有一个 赖皮结 缓棋结 留下一个缓棋结 而你如果不虎这一下 将来你如果再这么走 黑棋就打持沾上 将来它从这儿收起 它是一个连环剂 所以黑棋是可以 进砂白棋 虽然这虎一下 可能并不见得将 很可能 90%多的可能 应该是 将来用不上 但是也还是可以看出 它细腻的地方 好 白棋沾上 黑棋断掉 白棋呢 往中间 逃出来 步伐很飘逸 一步迈到这儿来 逃出来 那么黑棋 击打 击打呢 问问白棋的应手 你如果逃 那么我上边打 这两下都是先手 这多两个子 黑棋变厚了 将来要攻这块也好 杀这块也好 多这两个子 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 你如果要提 那么 我就挤打一下 让你提掉 黑的应该总不亏 白的这个时候 也挺有意思 它往里爬 它既不长也不提 它往里爬 看看你怎么走 你是退啊 还是扳 扳的话 我多个断点 多个断点 黑棋变薄了 这个白棋多一些借用 有可能将来对活 这个有好处 你如果退呢 我爬一个可能 已经先手便宜了 所以它反爬 反问你的应手 黑的跑下来 各走一边 白棋扳起来 白棋就扳起来 因为白棋随时有 这个一路打的手段 所以这块的安慰 也不用担心 打完包打 可以度过 你如果提的话 我这一打 你阻度的话 白棋眼位丰富 把这两个字 提了之后 演用回来了 而扳到这边呢 对黑棋这块空 它的 黑棋这块空的损失 还是蛮严重 黑棋现在全盘实地 可以说是严重不足 如果不能 想点办法的话 那么这棋就 空就干不够了 那么想办法 很显然它的目标 就是这一块 好 黑棋并在这 开始发起进攻 白棋随虎 因为黑在这 肯定是动不了 什么靠断的话 被白棋断 断打 从这就顺出来 定 冷静的一手 白棋一虎 然后弓在这里 挺有意思 我们一般在 刺先手的情况下 不会选择 刺 有可能是先手的情况下 不会选择 进攻在这个点 它攻在这个点呢 又有限制 白棋眼位的作用 它同时又断了 这两边的联系 白棋连不上了 走这个的话 它尖断或者靠断 走这呢 黑棋也可以断开白棋 并次是先手 黑的 就简单的看 靠脊打都是先手 这是可以断掉 连不上 分段白棋 白的呢 从中间逃 寻求眼位 黑的也不能让它 这两块连上 从这边攻过来 实际上黑棋的风险 已经相当大了 因为这样的棋来进攻 黑棋本身自己都是单关 一旦被白棋活掉的话呢 黑棋可以说 可能一无所获 贴过来 黑棋这时候直接动手 那也不好走 比如说这种强断 恐怕白棋是不太怕 这一场 本身这边黑棋棋型非常奇怪 白棋上边 黑的有点兜不住了 这次已经这个包围圈要漏了 再跟着这边走的话呢 又担心白棋 白棋 这地方黑棋还有断点 白棋逃出去 或者说连上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这时候黑棋迂回作战 拖在这儿 问问白棋的应手 白棋如果是这么搬吃一个子 那么黑的断完 上面先手打吃 多了这两颗子的话 将来这里多个顶段 白棋从这边联络的时候 黑棋要顶段白棋 白棋这条路就不那么通畅 白的如果单顶 黑的想必也是顶一下 白棋如果就这么忍 那么一旦黑棋这边 通过进攻这块 一旦黑棋这边 如果多一个什么子的话 白棋这块还没活干净 黑棋沾上白棋还没活干净 而且本身这两部棋 已经被黑棋先手便宜了 所以白的也是不肯 那么它靠这个 加强中复这一块 白的说我左边没事 再让你走一手你也吃不了我 黑的顶 白棋这时候顶这个是要点 如果你提被这一顶的话 整块没活了 顶在这 黑棋挖打 白的就提掉 黑棋走上边 白棋就把这个吃掉 活干净 黑的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黑棋走下边 白棋现在就吃这个子 要在上边活 比如说跳点一下之类的 或者吃掉这个 在上边活肯定很轻松 黑的也没法再走 保留变化 点刺 破眼 因为你如果单退白棋 虎到这本身就是一个作眼的要点 你要在下边走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刺一下 它总是便宜的 所以黑的先刺 在 先刺之后 刺一下之后 看到黑棋是靠 白棋当然要挡住 加 这个子也不能被吃 吃掉太大 顶 挡 白棋 虎 好 白的呢 寸步不让 白的说 我这块不可能死 你就来攻吧 黑棋多了几个子 加 连上 退回 好 现在 就在中府定胜负 白棋的空比黑棋呢 多很多 黑棋要赢白棋呢 除非杀掉这块 或者通过杀这块 获得一些什么意外的收获 加 贴出来 粘上 黑的长 白的现在确实看不到眼位 但是中府空间很大 黑的也并不是那么厚 这时候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 阿尔法是怎么样来制孤的 欣赏一下阿尔法的制孤手段 黑棋长 好 这个时候呢 确实 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这下法 其实白棋在这个时候 也是有风险的 如果处理的不好 这块棋真的有可能被黑棋 就全部吃掉 所以 我们接下来要看看 在这个攻击和防守当中 阿尔法他展示的力量 黑棋长在这 白的呢 没有明显的联络的路 在这边呢 也没有明显的眼位 你吃这个是可以做一个眼 黑棋跑 跑不掉 跑被夹死了 但是一个眼是不够活的 好 飞棋长到这 我们看 白棋 拐 他不紧不慢的 就这么拐一个 飞棋跳 跳是显而易见的 进攻的要点 否则的话 白棋在这边走棋 虽然连不上 但是很容易就寻求到眼位了 这一靠一长 马上就有眼 跳在这 让白棋的路 变得越来越窄了 之后呢 白的贴 搬住 吃 好 先做起一个眼来 那黑棋点刺 点刺是这个破眼的要点 这地方如果再让白棋走 那这差不多就已经是活性了 外边搬一搬什么的 都能寻求到眼位 黑棋得到里边去 杀也杀不掉 所以点 把白棋限制在一个眼 白的冲 然后挡住 挡之前 挡之前白棋先点刺一下 黑的当然要挡 多了这个刺呢 这块就更安全一点 这块活得就更干净 更清楚了 白棋走这个 不会被黑棋在 杀中间的时候 通过纠缠 什么这多几个字 把这 这一沾 把这块给杀 现在这块已经近活了 黑棋如果沾这个的话 白棋就这么简单的 走几个绝对先手 我就可以轻松的 就走最简单的 黑的这四个字跑不掉 所以点刺一下 这个是一个很及时又很必要的次序 这块安心了 白棋才能放手的来 做活这边 点刺一下再挡 这有一个眼再做就活了 黑棋破眼是必然的 黑棋彻底没有退路了 空都被冲光破光了 不杀这块就不足以争胜负 白棋搬 黑的接上 白棋贴 黑棋飞 对 阻断白棋在这边坐眼 或者联络的出路 翻 这地方冲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黑棋提这个是先手 提是绝对先手 这一点 把白棋这块就点死了 那么提先手 白棋要在这补的话 黑棋就跑掉就行了 这个冲没有意义 我们刚才说了 白棋是要靠一路打吃 然后滚包来活这块棋 白棋现在 跳一步 我先把这块做活 强调这个冲的严厉性 没有这个提的话 一路冲完 这有个沾 黑棋受不了 黑棋现在提 这个中辅的具体死活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α它究竟是 能不能把全部的变化 都计算清楚 它如果真的都能计算清楚 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比如说这期黑棋 为什么提在这里 而没有断在这里 这个应该怎么样选择 好 好 白棋挡这个 挡这个 黑棋呢 走这 走这呢 这有一个 透点 透点 白棋挡的话 黑棋多了这个子 可以往上冲 那么白棋如果往这 如果在这印一手 不管子 在底下印一手的话 黑棋上边多一个子 对杀这块肯定是有好处的 白棋呢 也是印到了一个最紧凑的地方 靠在这里 A的不能再挡 再挡 这个点就不存在了 点被挡 冲的时候 刚好白棋一个虎口 把你挖死了 所以这两个交换了一下 也不知道黑棋究竟是便宜了 还是亏了 之后能弯 这地方 虎先手要作业 所以弯在这里 弯这行比 并在这好 并的话 白棋虎这个依然是先手 黑棋应该麻烦还会更多 所以弯在这 白的团 黑棋击杀 这边是没有通路的 活不了 这边通不过去 那么就看从这边能不能 黑棋还有一些薄围 看白棋能寻求到什么手段 挖 这个黑棋必须打住 然后在 湖顶 弯弯湖顶 黑棋打车一下 白的沾上 这时候呢 这地方黑棋先顶过一下 之前 在这个 动手杀白棋这块的时候 黑棋顶一下是绝对先手 白棋得把这个吃掉 那么现在 黑棋拐打 白的提掉 这时候黑棋冷静沾上 黑的不能搬住这个 搬住这个的话 白棋这一打 这一打 在这一段 这里挖打 打结 黑棋就受不了 白棋只要通过打结 连回去 黑棋就受不了 而黑棋如果补这边的话呢 这边被白棋断开 死掉 所以粘住 当然也不能虎 虎没有意义 虎被白棋 这这边连落就 更容易连了 白棋这打吃先手 这样一搬 就已经是打结连上了 接住 护住自己的断点 同时要强行断开白棋 跳 把白棋封锁在里面断开 刺 接上 白棋也把黑棋扳断 打吃先手 这事先白棋打过一下 先手打吃过一下 在打吃的时候呢 黑棋这里刺了一下 白棋挡住 黑棋提 之后这个次序是这样 我们就来摆摆清楚 打吃黑棋刺 白棋打 黑棋提 白棋呢 长 黑的跳段 白的刺 黑棋接上 扳断 黑棋必须切断 好 这时候白棋长一下 黑棋呢 只有打这个才可以保证自己的联络 你不能断 断被白棋这一打 这一扳黑棋被卷进去 反被卷进去了 也不能这样连 这样连的话 白棋还是可以断开黑棋 只有打吃 打吃的话 这是局部黑棋最强的应手 之后呢 白棋贴出来 黑的当然要糊住 底下长一下 很舒服 黑的必须接上 这地方 这个打吃是不存在 因为白的 往这儿打的时候 黑棋必须提 白棋这个是先手 黑棋这边不走的话 就被断死了 这一断 叫吃战死了 这个是先手 所以这里的断点是不存在的 这里断点不存在 那么白棋就可以 跟这块黑棋放手一搏了 跳 反断黑棋 黑的如果冲的话 白棋就尝过来把黑棋这块给断开 这都是反贴 那么白棋接上 黑棋冲断 白棋的跳点 这个下到现在呢 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黑棋这个强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 而是被白棋反倒把这块黑的大龙给倒卷进来 跳点是一个这个 跳点是可以说破黑棋眼的破黑棋眼型的要点 黑棋贴回去的时候 虎在这 虎在这是好心 如果走这个的话还给黑棋挖这个 打结的机会 虎在这里 虎在这黑棋本身在这也做不出眼来 虎完挤的话白棋一铺 这里是一个假眼 所以到目前为止 黑棋整个这一串没有眼 那么实际上就形成了这两块棋杀器的局面 那么杀器这棋其实不难判断 白棋这块棋太长了 这些地方都是白棋的棋 光这地方我们数一下 一二三四 然后提掉之后白棋还反提 第五口棋 第六口棋还需要打结才能紧上 光这儿就已经六口棋了 白棋还可以继续往下延伸 往下延伸 这儿随便数数十几二十棋 而黑棋这块呢 虽然也很长 也是一条巨龙 但是它的棋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 一二三四五六 这地方如果算多紧上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口棋 十三口棋是不足以跟白棋来对杀的 白棋随便贴一下 刚才我们数到六棋 长两下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 真的有二十多棋 好 所以虎到这里 基本上可以宣告黑棋这个强杀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那黑棋还抵抗了几步 挖在白棋接上 所以虎的好处就是 它在这边也是连上 你没有办法断它 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团就可以 这一团连起来 粘住它当然就贴回来 然后 大吃 挤 白棋吃掉 白棋吃 做不活 这里我们也说有扑了挤的手段 这只是一个后手眼 下边也只有一个后手眼 黑棋 这 这个已经开始乱来了 这没什么意义 别白棋拐 没有太大意义 当这种棋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 就可以证明这一方已经不行了 搬这个 挡住 立下 还没有力 是扑 这个就更加乱来了 这 扑完 打吃 就这个是 最后走几步 这有点 有点类似于人类的 就是叫做 怎么说呢 走几步收拾一下心情 当然这个机器 它没有什么心情 但是呢这这种 可能在它的计算当中 万一白棋没看见啊之类的 增加那么 百分之不知道零点零零零几的是一种胜率吧 大概是 本身这撞了两到三棋 这个下法 黑棋的棋 把自己给走紧 当然撞不撞这棋呢 对胜负是 对这个对杀的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走几个 然后立在这里 白棋叫吃 好 当白棋叫吃的时候呢 黑棋就投子认输了 因为这地方 如果走下去的话 黑棋提 那么白棋团这个是先手 白棋团先手 这样的话杀气 白棋会快很多气 好 这盘棋呢 白棋的实地战法非常精彩 好 本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